戒备森严的海岛监狱 数百名囚犯贵夫在监狱长面前 一名囚犯陶狱被抓 他杀了一名狱警 触犯了监狱长定下的三条铁律 囚犯自知必死 对着监狱长吐了一口血水 随后被压上了断头台 如果你被关进一个 与世隔绝的海岛监狱 每天有做不完的苦力 你会冒死越狱 还是就此任命 再如果 将你关禁闭 五年不准出牢房 更不准说一句话 你能不能撑得过五年 反正我肯定不能 别说五年 一年我就疯了 但是这个牛逼的男人 却熬过了整整七年 连监狱长都服了他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这个最能忍的囚犯 他的故事 巴比龙 话说故事 发生在1931年的法国巴黎 这个书者大奔头 有点脾气的男人 名叫亨利 是个职业小偷 凭着一手开包厢柜的技术 在黑帮老大威斯特手下混饭吃 现在胸口有个蝴蝶纹身 在道上有个绰号 叫巴比龙 这一天 他到手了一批钻石 但却留了一个心眼 没有全部上脚给老大 偷藏了一串项链和几颗最大的钻石 转手送给了情人玛丽 讨他的欢心 但这一幕 却被威斯特手下尽收眼底 第二天一大早 亨利刚从温柔乡里醒来 几名警察破门而入 以谋杀罪将他逮捕 他偷藏钻石被威斯特知道 威斯特昨晚杀了一个叛徒 正好栽赃嫁祸给他 人证物证都有 亨利直接被判了无期 玛丽想帮他上诉 亨利摇头 上诉无用 他唯一的出路只有越狱 让玛丽忘了他 不要等他 旁边的狱友阿洛告诉他 兄弟 你想越狱 手里要有钱 没钱 你逃不了 就在亨利为钱发愁的时候 一个戴眼镜的柔弱小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人名叫德加 是个百万富翁 因为伪造国防债券被捕 阿洛说他活不了多久 已经有很多人 盯上了他的钱 囚犯入狱前都要接受检查 唯一能留下钱的方法 就是塞进局部地区 而亨利在内的数百民众刑犯 将被送往南美洲 一个名叫贵亚纳的法属殖民地服刑 在内里当一辈子苦工 德加的美交期和律师来为他送刑 让他忍耐几个月 圣诞节前一定把他接回来 上千名囚犯浩浩荡荡上了轮船 货舱改成了牢房拥挤狭窄 亨利眼急手快占了两个位置 来找德加谈合作 付这笔钱就保他安全 德加连连摇头 玉京就在门外 他不信有人敢动他 但当天夜里 德加就被身旁的惨叫惊醒 眼睁着看着一个胖子 拿到童子的睡他旁边的囚犯 拨开了那人的肠子 拿走了他的钱 而玉京也从中获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德加怕了 第二天主动来找亨利 同意他的合作 但亨利有言在先 越狱之时不会带他一起走 德加笑道 他可不想找死 他老婆会花钱帮他上诉 圣诞节前一定可以回家 轮船在茫茫大海上 向着南美洲大陆驶去 这一天夜里 胖子盯上了德加 他刚要下刀 亨利闪身而出 将他打翻在地 所有囚犯纷纷起哄 玉京一声令下 立刻喷射蒸汽 亨利顶住胖子 让他无法蹲下 胖子被蒸汽烫伤 血肉模糊 惨叫不止 亨利毫发无损 但却被玉京锁着手脚 关在甲板 风吹日晒了一天一夜 几天后 轮船靠岸 下船之前 阿洛让亨利为他掩护 他蹲下身子 偷偷在自己腿上来了一刀 随后故意失足掉下船 假装摔断了腿 被玉京抬进了医务室 从医务室逃走 要比从牢房越狱 简单得多 德加紧跟在亨利身后 走进了戒备森严的监狱 监狱长一身白衣 面索威严 抬上正中间竖着一口闸刀 刀锋正亮 监狱长警告众人 活得不耐烦可以越狱 第一次被抓到 关两年禁闭 第二次被抓到 关五年禁闭 然后送到魔鬼岛 自生自灭 若打死了狱警 断头台 等着你 新囚犯入狱 老囚犯一个个目露凶光 寻找待宰的羔羊 亨利抢了两个角落的床位 让德加睡在里面 马上就要分派工作 德加藏在屁股里的钱 就派上了用场 花了一千块 贿赂狱警 两人不用干苦力 可以去医务室帮忙 但意外的是 副狱长认出了德加 他姐夫因贩卖德加 为责的国防债券被抓 德加落到他手里 他当然不能轻易放过 德加白花了一千块 最后还是被分去 搬石头干苦力 养尊处于的富家公子 哪干过体力活 他偷奸爽滑 出功不出力 因谁都不服 还闹了肚子 一不留神的一个屁 肚子里的钱就不见了 亨利费了一番手脚 才找回了他的钱 德加本以为 亨利会据为己有 没成想 亨利却还给了他 道义有道 亨利只要他应得的那份 一旁的老囚犯奥恩 听到两人谈话 也对德加动了心思 但他知道 亨利不好惹 愿意跟他一起越狱 只要有钱 他就有办法搞到船 当天下午 一个皮条客 带着几个农装夜幕的小姐 来到岛上 供狱景享乐 亨利看到机会 远处两天上他的船 皮条客却狮子大开口 五千博尔驾 他的船会在河的另一边 停留三天 想上船就带钱来 五千块不是小数目 就算亨利愿意 德加也不答应 而盯上德加钱的人 早就胡适当丹 饥渴难耐 亨利和德加正在洗澡 三名囚犯汇入狱警 要对两人动手 亨利演技手快 先发制人 咬掉一人耳朵 将两人打翻在地 回身来救德加 打落对方手中刀 两人扭打在一起 德加躲在角落 瑟瑟发抖 亨利轮起布袋 将最后一人打晕了过去 这一次 若没有亨利 德加必死无疑 他彻底怕了 就算他老婆能在圣诞节前 给他弄出去 他也要有命 等到那一天 他改变了心意 要跟亨利一起越狱 第二天早上 所有囚犯被赶到广场 跪在典狱长面前 浑身失伤了阿洛 被押了出来 阿洛从医务室越狱 还没逃到海边 就被抓了回来 他打死了一名狱警 典狱长要杀他 以警校优 留着你没什么用 杀了你全凭我心意 所有囚犯的生死 尽在典狱长的手里 他点名要亨利搬运尸体 亨利带着一脸震惊的德加 一起将阿洛的尸体 抬到了丛林里 阿洛断头涌出着鲜血 沾了德加一身 他扔掉尸体 瘫坐在地 御警顿时怒了 抽出皮鞭 一顿猛抽 德加惨叫连连 亨利见御警下死手 抄起石头 对着御警脑袋就是一下 几名御警温身赶来 亨利顾不上德加 转身就跑 他跳入河中 御警岸边开枪 子弹擦身而过 亨利顺流而下 越游越远 午夜时分 他找到了皮条客的船 可他身上没钱 承诺皮条客 只要把他送到巴里 钱要多少有多少 但话音未落 就被人枪支了脑袋 皮条客冷笑不止 你给不给无所谓 反正点狱长会给我双倍 亨利被摆了一道 第二天就被抓回了监狱 本以为自己必死 没想到他运气不错 被他敲了一板砖的御警 并没有死 按照规定 亨利被送到了另一座海岛监狱 单独关禁闭 接下来的两年 他都看不到太阳 出不了牢门 更不准说一句话 监狱长要将他心中的希望 彻底磨灭 狭小潮身的牢房 死一般的寂静 到了夜里更加煎熬 趁着送饭的机会 亨利把握伸出门洞 看到的却是囚犯尸体 像垃圾一样被拖走 盆里看不到一点油水的清汤 就是一天的伙食 根本吃不饱 被他敲了一板砖的御警 前来报仇 将亨利一顿暴打 但亨利却是个硬骨头 死活不服软 一声不吭 每天机场碌碌 亨利越来越虚弱 但这一天 分发食物的囚犯 却在他桶里放了半个椰子 里面有张字条 写了一句话 以后每天都会有一个椰子 亨利心头一酸 瞧忍住泪水 啃起了椰子 这是几个月来 他吃到最美味的东西 他知道 这是德加花钱给他送来的 亨利有了期望 每天躲避玉井 吃完椰子 他开始锻炼 不让自己太过虚弱 但好景不长 玉井发现了通理的椰子 一怒之下 将非发食物的囚犯 当场打死 典狱长要他说出 谁给他送的椰子 亨利却一言不发 典狱长动怒 下令每天食物减半 看他能撑多久 每天只有一碗汤 亨利一天天急速消瘦 一个月后 他太过虚弱 倒在了地上 监狱长端了一碗肉汤 放在他面前 亨利艰难地撑起身体 他太饿了 刚想喝汤 典狱长又让他说出 谁给他送的椰子 亨利没有说话 反手将一勺汤 倒在了监狱长嘴边 见他不识抬举 监狱长下令封住牢房顶部 剩下几个月 让他活在黑暗里 漆黑的牢房 惊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令亨利第一次有了自杀的冲动 他掐住自己的脖子 濒临死亡时 脑中闪过的是爱人玛丽的样子 德加扮成小丑 逗他开心 为他点烟 亨利放弃了自杀 依靠脑中的幻想 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两年时间结束了 极度虚弱的亨利 终见天日 而这两年 德加为监狱长做假仗 受到监狱长的赏识和保护 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直到亨利出了禁闭时 犹豫了几天 才鼓起勇气来看他 看到亨利眼神呆滞 他眼圈泛红 深感自责 骂亨利是乌鸦嘴 真被他说中了 他老婆没给他上诉 拿着他的财产 跟律师搞在了一起 一听此话 亨利咧嘴一笑 律师可比你帅多了 两人相视一笑 亨利让他小声点 他在装疯 德加顿是明白 这小子还想越狱 见左右无人 他悄悄告诉亨利 两天后 监狱长要在广场放电影 招待本地的政客 到时候 值班的人手不多 是跃跃的绝佳机会 德加手里有钱 但他们还差条船 亨利想到了奥恩 两年前他曾说过 有办法搞到船 亨利让德加去找奥恩 随后他假装发疯 赶走德加 医生立刻赶来安抚他 给他喂了一颗药 等医生走后 亨利偷偷将药吐了出来 当天夜里 医务室的值班狱卒 看上了囚犯小个子 向霸王硬上弓 却遭到小个子激烈反抗 没有得手 亨利看到这一幕 灵机一动 告诉小个子 他们准备越狱 有钱有船 只要行动的时候 他把狱卒引开 就带他一起走 小个子点头答应 第二天中午 奥恩主动割破自己的手 跟德加进入医务室 与亨利照了面 他已经知道计划 联系好了船 但对方要先拿一半的钱 亨利和德加走到角落 德加把钱塞给亨利 亨利将他攒下了一盒震惊药 给了德加 让他明天晚上 放进狱警的酒水里 奥恩收到钱 几个人分头准备 第二天夜里 监狱长在广场放电影 办起了酒会 时机已到 小个子主动引诱狱卒 两人去了厕所 德加把放了镇金药的一瓶酒 送到了看守医务室的狱警手里 亨利和奥恩冲进厕所 打云了狱卒 一名狱警听到动静 上楼查看 可刚到二楼 就昏倒在地 亨利三人悄悄下楼 将剩下两名狱警打云 就等德加拿来牢房的钥匙 但就在这时 天空一声雷鸣 瞬间下起了暴雨 监狱停电一片漆黑 亨利三人焦急万分 等了一根烟的功夫 德加终于偷到了钥匙 只要沿着中央通道 就能直打警戒塔 从那里跳出监狱 这场雨和意外的停电 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趁着夜色掩护 他们躲过狱警 顺利上了警戒塔 奥恩小个子和亨利 一个接一个跳下围墙 但等到德加的时候 监狱突然来电 他心中一慌 手上一滑 掉下围墙 摔断了一条腿 奥恩想丢下他 亨利却断然拒绝 驾起德加 向河边赶去 刚穿过丛林 几名大汉持枪拦路 正是奥恩联系买船的人 他们要先收钱 后交船 德加拿出钱 悄悄告诉亨利 这是他最后一笔钱 对方收钱之后 没有食言 给了他们一艘小木船 祝他们好运 四人划船顺流而下 驶进了大海 他们成功逃出了监狱 但四人却眉头紧锁 小船附中四人有些吃力 船底不停的渗水 奥恩骂马咧咧 让德加小个子卖点力 把水咬出去 但倒霉的是 唯一的船桨又断了 茫茫大海 他们找不到方向 又没有食物 撑不了几天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一场暴风雨 即将来临 这艘小船根本经不起风浪 奥恩慌了 德加在他眼里就是个累赘 杀了他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抽刀在手 将小个子打下船 亨利打落他手中道 两人扭打在一起 亨利刚出禁闭时 身须体弱 不是奥恩的对手 德加弄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摸刀在手 连同奥恩十几刀 奥恩当场身死 被抛尸大海 暴风雨骤然来临 三人挣扎求生 却难抵风浪 等亨利从梦中惊醒 面前站着的是 两个土著部落的女子 他们被风浪 送到了一座海岛 被当地的土著人救下 一名修女告诉亨利 他知道他们的身份 劝亨利向上帝祈祷忏悔 亨利没有理会 来找德加一起离开 但德加断了一条腿 想留在此地 不愿再走 亨利一个人向海边而去 但就在此时 几名狱警却开始赶到 亨利按道不好 二话不说 抄小路往回赶 加起德加刚走出门外 就见小哥子 被狱警一枪打死 德加这才知道 亨利就放弃逃走的机会 回来救他 他们被押回了监狱 而这一次 亨利被关了五年禁闭 五年时间亨利头发白了 暮气沉沉 等他走出禁闭时 监狱长亲自来看他 能成功五年禁闭的人 寥寥可数 没有信念的人 根本活不下来 而他要将亨利的信念 彻底磨灭 下令将亨利送到魔鬼岛 自生自灭 魔鬼岛四面环海 周围遍波暗礁 崖壁陡峭 与海面的高度相差数十米 向跳海逃生 非死即伤 这里没有遇见看守 有的只是一群 如形式走肉般的死球 而德加也在这里 他衣衫蓝绿 碰头垢面 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亨利整日呆呆地望着大海 直到一抹夕阳映在海面 他脑中灵光一闪 兴奋地叫醒熟睡的德加 说他找到了离开的办法 将一颗椰子扔进海里 看着椰子被海狼带走 亨利告诉德加 只要他们做一个法子 潮汐就能将他们带回大陆 看到自由的所光 亨利兴奋不已 两人摘下野果 装进布袋 做成法子 德加跟亨利不注意 将他画着一只蝴蝶 塞进瓶子里 放进布袋 第二天 他们拖着两袋椰子 选了一个没有暗角的位置 准备跳海 但就在这时 德加却告诉亨利 他不走了 他需要留下 这里适合他 不要难过 他没关系 亨利紧紧地抱住德加 他知道 德加不想再拖累他 擦掉眼角的泪水 亨利将布袋扔进了大海 两人相视一笑 握手道别 各自保重 亨利成功了 随着潮汐 飘向自由的彼岸 三十多年后 老年的亨利 重新回到了法国 将自己写的回忆录 交给了一个出版社 那段经历 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还是很多法务囚犯 共同的故事 数十年来 共有八万多囚犯 被发布到贵亚纳的流放地 做苦工 大部分人客死一箱 再没回到法国 亨利的自传《巴比龙》 已经出版 就成了头号畅销书 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 卖出了一千三百万本 一九七零年 法国司法部长 签署法令 赦免亨利 允许他重回法国生活 而法属贵亚纳的流放地 也随后被废止 真实人物原型 亨利查利尔 从一九三二年入狱 到一九七零年 被政府赦免 他凭借自己 惊人的毅力和勇气 用了三十八年 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期间多次越狱 被抓 囚禁 再越狱 再被抓 再囚禁 可谓生不如死 一九七三年 他的故事第一次 被改编成电影 可惜亨利本人 在当年七月 因病去世 没有看到电影 而他的自传出版之后 其内容真实性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但亨利直到临终之前 嘴里都念叨着 我的故事是真的 其实亨利的自传故事 是真是假 并不重要 既不影响读者看书 也不影响影迷观影 毕竟巴比龙 对自由的追求 还有他坚韧不去的毅力 激励了后来的很多人 在我看来 亨利身上最难能可贵的 是他对德加的友谊 患难见真情 能一次又一次 放弃独自逃走的机会 而不放弃自己的朋友 这份情谊 又有几人能做到 更多精彩的粤鱼电影 咱们日后接着说 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后会有期 再见 感谢观看